这里是桃园县动物保护园区 又称为新屋收容所 今天是周末 所内志工们趁着好天气 把狗狗们带出来散步晒太阳 志工们一边忙 一边用相机替狗狗们捕捉 难得的开心模样 因为入园公告上面 它只有一张小小的一个 很自私化的一张小照片而已 所以说其实民众很难 由这样这么小的照片去了解说 这只狗的个性或是怎么样 那如果没有人帮它传播出去的话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这些狗狗恐怕不会知道 近来十二天后 如果没被领养 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世界 Annie也是收容所内的长期志工 负责替狗狗拍照写故事 上传脸书 礼拜要安乐地赶快写 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出去 Annie的工作得跟时间赛跑 她必须赶在星期六下午 收容所关门之前 尽量为每一只狗狗 传递更多求救的讯息 像这两个小朋友 我觉得这很明显的 你可能不是志工 你大概都可以看出来 他们想讲什么 真的很可怜 为了让上传的照片 充分诉说狗狗的真性情 Annie想尽办法拉近与狗狗的距离 常见的下场就是 狗狗黄金般热情的招呼 不行不行不行 来妈妈看 这很正常 因为他们有时候才来才去 但是看到你来会很开心 会扑你啊 有时候会喝到尿啊 或是不小心吃到分辨 其实我相信每一个志工 都有这样的经验 四年的时间 Annie成功送养了 三千多只毛小孩 如果你问她要做到什么时候 她一定会这样告诉你 只要我还能做 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我想我这一辈子 都不会放弃这一块